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大家好,接下來我們來畫這個圓桿 看一下這個圓桿稍微複雜一點 這邊都有很多的油鍋 這邊上面也有兩個油孔 這支連桿稍微複雜一點 但是也不會說很難畫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相關的尺寸 這上下的寬度都是40mm 中間有一個2mm的油草 然後中間這個部分 最寬的部分是8mm 然後中間它也有透料 厚下去4mm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靈感的上下頭 上面的部分 內徑是13mm 外徑是18mm 下面的部分內徑是34mm 外徑是40mm 兩個中心距離是98mm 然後主要這個地方它還有補牆 11.5mm 然後這個是6mm的寬度的補牆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它有透料 511.73mm 大概是這麼清醒 下面的地方有6個油鍋 就是要給那個油 能夠滲進來 滲到裏面的那個培領 最寬是14mm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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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是12mm 好 詳細尺寸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 馬上 畫這一支黏感 給各位 參考 一樣 我們將這個塗湯 先把它灌起來 開心零件 開心零件 確定 選擇前期順便 舉而先購現 我們先畫 兩個銅心眼 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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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銅心眼 下面也是 這邊是18 裡面是13 下面這個大眼是40 小圓 小圓是34 然後這兩個中心器 98mm 我們把它取一半了 這就是49mm 這個中間的位置 這個中間的位置 這一條中心線 垂直 橫式 特徵 伸展點量 這個兩側對稱 14mm 確定 一樣喔 還是選前幾支面 我們先畫一條中心線 我們先畫一條 我們再畫一條喔 結合建構線 這邊也是畫一條 這邊也是畫一條 結合建構線喔 水平放置 數位型尺寸 這邊是11.5mm 42mm 42mm 這根寬度是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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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金色圖片 這個 金色對於這個 好 我們將不要的圖片 把它修掉 填料生長 兩側對稱 這邊是 8mm 4mm 接著我們 Angel 3mm 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圓角 10mm 還有一個圓角 哪個部分呢 這個 還有這個 確定 還有一個圓角喔 是20mm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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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選擇這邊的面 正式 我們這邊有一個補牆喔 這個 這個 還是3mm 然後 這一點跟中間一點的距離 邊緣 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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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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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